酥醉喔 他大吐 側吐 欸 還多耶 靠在欄杆上往樹叢狂吐 一旁朋友苦中作樂 但上吐下瀉的人 真的笑不出來 我好像脫水了 倒在廁所地板頭 靠在牆壁 表情超痛苦 拉肚子拉到 不敢離廁所太遠 終於有點緩和了 也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很小 小禮幫忙 怎麼那麼可憐 肚子痛的 想吐的 戴上口罩 在民宿房間排一排躺好 趁親民連假 安排三天兩夜墾丁旅遊 第一天就吃壞 肚子都不用玩了 一整天上吐下瀉 然後全身無力 對 然後頭很痛 第一天就是吃完之後隔天 後面兩天就是有點像泡湯了 只能在飯店休息 陳先生補充他們一行六人 4月4號 親民連假到墾丁遊玩 第一天午餐 就到屏東車城保新路上 一家海鮮餐廳用餐 一共點了六道菜 其中有含生食的有兩道 一道是干貝燉飯 另外一道是鐵板仙科 結果同行中就有五個人 陸續出現嘔吐腹瀉狀況 甚至有人都已經回到家 還只能趴在樓梯口 媽媽看到了雙手交叉猛的畫面 散發怒氣 出去玩還玩到生病 我是直接通報 衛生局那邊的人也有跟我說 另外有一組人 早上也通報說那家店 懷疑有食物中毒 陳先生說事發後 他在網路也看到有人PO文 是一家六口四大兩小 五號也去吃了同一家海鮮餐廳 兩天後 大人小孩都上吐下瀉 實際到海鮮餐廳沒有營業 打電話給店家表示沒有開店 是因為例行性消毒 要休息一個禮拜 皮東衛生局九號也派人前往機查 店家只有今年度員工還沒體檢 其他都正常 則令限期改善 並採集環境和除空檢體送驗 如果屬於食品中毒案 將可開罰 TVBS新聞